動畫師不是國小沒有畢業 就是工作太勞累 有沒有看到一開始 士兵的手上是拿著望遠鏡跟一把槍 可是到了下一個鏡頭 Banaman 槍不見了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動畫師出包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偵探雪莉 又到了我們 超不重要細節研究室的單元啦 我們之前呢做過了漫威 跟哈利波特超不重要的細節 那我們這次呢就要來做 一起來抓抓匹克斯出包的地方吧 這樣看得到我的眼睛嗎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可以去聽John的Podcast頻道 就醬囉的最新節目 我真的不想工作了 好 首先呢 就是在1995年的 玩具總動員第一集裡面的開頭畫面 You're my favorite deput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一開始是Andy房間牆壁的鏡頭 藍天白雲一直到地面上 But在其他場景裡面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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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壁竟然多了白色木頭的裝飾耶 而且門的旁邊也默默多了一個開關 所以呢我強烈的懷疑 Andy就是一個 其實鏡頭沒有拍到他的時候 都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敲木頭 當木工 It's party time Woody 好 再來呢 我們看到安迪的生日派對上 無敵指揮士兵們下樓的片段 Code Red You know what to do Yes Sir Code Red Repeat We are in Code Red 有沒有看到一開始士兵的手上 是拿著望遠鏡跟一把槍 可是到了下一個鏡頭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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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不見了 而且士兵在指揮的時候也是沒有槍的啊 所以呢那把槍到底跑去哪裡了呢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拍完第一個鏡頭 然後卡 然後再去休息 再換下一個鏡頭 所以那個士兵的演員忘記拿他的道具了 對啊 應該是這樣子吧 到底事實是什麼呢 問動畫師 好啦 再來呢 玩具們在準備聽Andy的生日 拿到什麼新的禮物的時候 抱抱龍就太激動 把對講機震到在地上 結果玩具們全部都不會裝電池 然後這時候呢 胡迪就耍帥 好像很厲害的把電池塞回去 但是 就是這邊 胡迪你484不會裝電池 你根本撞錯了啦 黑色的地方是正極 但是你裝在負極耶 哈囉 果然這種小細節都逃不過 偵探學歷的眼睛啊 但是為什麼裝法還是可以用 問動畫師 所以看來又是 動畫師出包啦 哈哈哈 好啦 再來對講機裝好之後呢 Andy 和朋友們要準備回房間了 就在玩具們兵荒馬亂的時候 原本在胡迪正前方的對講機 到下一個鏡頭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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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講機不見了 但是別擔心下一個鏡頭 他又自動出現了 這個對講機 真的要給他扣十薪耶 以為讓警拍不到 你就給我跑去旁邊抽煙 還是什麼聊天啊 蛤 被我抓包了吧 導演給他扣薪水 - 別人回到你的地方趕快 - 別人回到你的地方趕快 - 別人回到我的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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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 就是Andy在玩玩具 然後決定要帶巴斯去披薩星球那邊 Andy把巴斯跟胡迪丟在桌上之後 就跑出房間了 接著呢 就focus到胡迪生悶氣那邊 有沒有發現什麼不一樣呢 - 喔 酷 - 去洗手機 - 和我跟莉莉準備好了 - 給我帶點玩具嗎 - 給我帶點玩具嗎 - 給我帶點玩具嗎 - 沒錯 八號球直接憑空出現在桌上啊 我看他根本就是竊聽器 想要偷偷過來 然後聽別人在講什麼東西 - 一個玩具嗎 好 再來呢 胡迪要去披薩星球的路上 Andy他們停在加油站的時候 氣噗噗的巴斯終於進到了車內 - 巴斯 - 蛤 你還活著嗎 而且這個時候 巴斯的頭盔上面還有一隻死蚊子 然後胡迪就把蚊子拿掉之後 還用袖子磨了一下 但是其實磨完還是很髒啦 不過別擔心下一個鏡頭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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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袖布筆刷開起來 - 巴斯的頭盔變得超乾淨 - 喔 這頭盔自動漆減能力也太讚了吧 應該要直接拿來當下雨天專用的安全帽 - 就是雨滴打在上面就自動不見了 - 喔 超棒 - 視野超清晰耶 - 丁 - 啊 - 好啦 就在他們兩個玩具獨自在加油站 想辦法回去找Andy的時候 巴斯看著天空的這個片段 有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事情阿 - 沒發現或 再看一次 就是天空上的月亮 跟巴斯頭盔上的月亮是鏡像 怎麼會是同方向呢 不是應該是反的嗎 問動畫師 動畫師不是國小沒有畢業 就是工作太勞累 我承認都是月亮惹的貨 然後呢 再來第一節的最後面 巴斯跟胡迪在追卡車的時候 那個大力士玩偶 就把貨車的後欄板放下來 讓他們上來 等一下我們倒回去前面一點看 KING就是這邊 那個後欄板的把手 明明就是黑色的 怎麼被大力士娃娃拉了之後 就變紅色的呢 問動畫師 好啦再來第二節的時候 在玩具們裝成三角錐 引發交通大亂那邊 那跟大圓柱差一點輾到蛋頭先生 不過還好呢 他在最後一刻把腳拔出來 才沒有被壓爆 BUT 一開始柱子滾下來的時候 蛋頭先生的位置是在柱子的中間 結果呢蛋頭先生把玩鞋子 怎麼會變成在柱子旁邊呢 到底為什麼 滾動畫師 沒錯 演員又站錯位置了啦 再來雪莉本人還在 愛爾的玩具店 抓到驚人的小細節 我們先看到玩具們要進玩具店的時候 門旁邊的陳列 左邊是砸自駕 然後右邊是手推車 但是呢 當巴斯拉著軌道猴子 要跑出玩具店的時候 就變成了一邊是玩具堆 一邊是皮克斯球球啊 他們真的是在短短幾分鐘之內 就把整個白色改掉 他那個搬也要搬很久吧 這麼大一K 好啦 再來到了中後片段的劇情的時候 玩具們跟賈巴斯 透過了通風管線 來到狐狸被綁架的地方 注意看好囉 巴斯綁的腰帶 一開始在轉角的時候還在 但是當其他玩具們出現之後 腰帶又突然就不見了 不過在下一個鏡頭 腰帶又跑出來啦 哇 隱形的腰帶 隱形的腰帶 讓夢恨就比天長 我的音有跑掉嗎 問動畫師 隱形的 好啦 當邦尼在跟胡迪玩伴家家酒的時候 邦尼從假的微波爐裡面 拿出了漢堡 大家認真看一下 微波爐的門是完全打開的 但是在之後的鏡頭 我竟然自己默默關了一半啊 好啦我能理解可能是風太大了 所以就這樣 咻 然後這樣子關回去 應該是這樣吧 或者是微波爐想說這個鏡頭 他如果不關起來的話 會被人家誤以為是那個計算機 好啦接下來在第三集 玩具們被關在籠子的時候 可以看到翠絲在安慰玩紅心馬之後 腿打開坐在地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腳底的Andy 但是在五分鐘之後 翠絲坐在地上時 腳底的Andy卻 反過來了啊 拖勒索的小朋友很聰明 還想說啊 這邊有Andy 拿那個咖啡色筆把它塗掉 然後再寫上去Andy 要寫也要寫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笨餒 -嘿 大家 -啊 -Woo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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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最後一個就是在第四集 巴斯光年被綁到遊戲講評區的時候 巴斯請狠嘴炮的鴨爸跟兔崽子 幫他逃離這個地方 結果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開始巴斯的頭跟鴨爸的腳 其實離超遠的 照理來說 這樣晃應該是踢不到巴斯的頭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卻踢得到 問動畫師 -哈哈 -喔 -去Infinity -啊 -我的腳 合理懷疑 可能是因為兔崽子的手很有彈性 所以他這樣一直晃一直晃 然後就越晃越長 越晃越長 那這片魯服超長 而且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很多幕畫面 巴斯跟他們兩隻的位置都不太一樣 一下子離超近一下子離超遠 還有一幕浪井是完全是平行壓敗 真的是吼 動畫師你累了嗎 要不要來平蠻牛呢 不覺得動畫是真的很辛苦嗎 每個細節都要注意到 那如果沒有注意到的話呢 就要被我找到了 只能說各行各業都很辛苦啊 好啦今天就講到這邊了 雪莉震探要休息了 不然看太久細節 真的是眼睛會脫窗 知道嗎 好啦影片就到這邊了 你們還想要看雪莉震探 去看哪一部電影呢 歡迎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說不定下一部 就是你留言的那部電影喔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我在 Apple TV Plus上面看到 湯姆瓦安德主演的 Cherry迷途之星 我覺得 看完有一種淡淡的癌傷的感覺 非常有感觸 因為呢他就是在講一個 陸軍在戰爭之後 然後變成創傷後壓力 戰後群的患者的無助感 因為在戰爭之前呢 他們就是那一群 那麼勇敢又正義的人 但是呢在戰爭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真的是很可憐耶 我覺得這種患者要跟一般人 正常相處也是非常困難的 然後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呢 畫面都拍得非常淒美 而且很真實 然後那個配樂真的是 很容易讓人沉浸在整個電影裡面耶 所以我覺得非常推薦大家去看看 這部Apple TV Plus原創的Cherry啊 -我把所有美麗的事都放在心裡 -我把我死掉了 你知道Apple的產品就是 大部分都會送一年的 免費Apple TV Plus嗎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從來被打開過耶 每個手機裡面都有一個 而且這個裡面還可以看到他的很多 原創電影跟影集那種 還有像是卡通啊 什麼Snoobie Show也有 還有一些像是藝人的紀錄片啊 也都看得到 像是這個是怪奇比利 他分享他17歲獨特人生觀的紀錄片之類的 那當然如果不是他們原創也看得到啦 那如果你免費一年使用完之後呢 或者是你不是Apple的用戶 也可以在App上免費試用7天 喜歡的話可以每個月170元去訂閱喔 啾咪 好啦喜歡今天的影片幫我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通電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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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